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咱们用前边的好多解课 把函数 咱们彻彻底底讲完了 基本上P2P对于函数那方面的语法 咱们基本都说到了 但是具体的应用 咱们就得在后边漫长的课程中 和大家的写项目 学习和实践中去应用了 对吧 咱们只是介绍了 基本运法最重要的编程在于思维逻辑 怎么去运用它 把它用好 这才是一个重点 当然了 咱后边还会讲很多个扩展函数 就是某个P2P扩展里边的系统提供的函数 那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些咱们就遇到哪种功能 咱们就学哪些了 好吧 那从这节开始咱们来学习P2P的另外一个章节 什么呢 数组 数组的概念 数组对于P2P扩展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数组 对吧 咱们都知道 一个变量一般都能只能存一个值 对吧 一般只能存一个值 来我们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程序 这话 来我们看一下前面都学过的变量 比如A存一个10 对不对 来一个B存一个20 一个变量存一个值 对吧 而数组呢 是一个变量里边可以存多个值 对吧 那这颗在生活中 有时候做事是一样的 就什么 比如说咱们中年有这么多班机 对吧 咱们按班机去分 一个班机是不是一个组 对不对 这样它可以管理班机 而班机里的 比如说一个班有60个同学 那60同学又分为6组 一个组10个人 对吧 这样的话 咱只要对这个组下达一些指示 那组的权力成员都会接受 接受到这个指示 对不对 如果你不是以组为单位 就像咱们班机是不以班为单位 或者是不以什么 不以某个小组为单位的话 那你下达一个指示 你要一个人一个人去说 对吧 如果以单位单位 或者是以整个学校为单位 对不对 组可大可小 这样的话只要对组下达一些指示 那整个组全明白了 听懂吧 所以呢 使用组的概念 目的就是为了批量操作 通常把一些相关的数据放到一个组里边 我只要对这个组操作 那么就对所有里边组中的成员进行操作 这是咱们使用数据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的一些基本概念 什么是数据 对吧 首先咱知道了 咱们PNP里边一共有八种数据类型 对吧 其中数据是最重要的一个数据类型 对 那重要到什么程度 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也就是你以后在写项目的时候 怎么呢 咱们说百分 假如说这个是有百分之百组成的一个项目 对不对 那数据使用的时机就应该占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你有百分之三十的代码都在玩数据 所以你想象数据对于我们PNP程序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对吧 那什么是数据呢 咱们现在说了平时生活有个分组的概念 对不对 对组操作就对组中所有成员进操作 对吧 嗯 看一下 首先它是一种数据类型 对不对 数据类型 那数据也就是什么 把多个数组成在一起 对吧 那它的概念是 把若干的变量按照有序的形式组织的一种形式 对不对 这些数据元素的集合就成为数据 是这意思吧 这是别的圆 一般都这么定义 别的圆什么呢 把相关类型的若干的变量 按照有序的组织在一起 而PNP确切的概念应该是这么说 怎么的呢 把若干的变量组织在一起 你不分相关的元素 也不分有没有序 你见什么 所以说PNP的数据是特灵活的一个数据 这也是PNP开发的一个特点 一会咱们会注目的说 好吧 然后看一下 数据是按照下标 什么分类 可以分为什么 下标各种可以分为 一维数据 二维数据 三维数据和多维数据 这么去分的 对吧 咱们平时操作呢 三维数据以下的数据 咱们是经常玩的 那后边咱们课中 也会操作四维五维的 什么叫数据分的 比如说 一个人 假如一个学员 他是一个人 对不对 是一个人单位 那可以在班机的小组里面 那班机有十个小组 在一个班机里面 对吧 那 学员组成了小组 这个小组是一个数据吧 多个小组又组成班机 班机是别的数据 那这就是二维数据 班机里的小组 也就是数据的数据 对吧 多个班机又组成了一个学校 对吧 那多个学校又组成了一个教育体系 对吧 就是 你再简单说 比如说 一个篮子是一个数据 里面装了十个瓶 装了十个水果 对吧 然后又把多个篮子放到车上 又把多个车放到船上 对不对 这大容器里边 大组里边有小组 小组里边再有小组 这就是数据的数据 分为一维 二维 三维 根据不同的情况 当操作数据的为数是个功能 对吧 另外能说 数据 刚说了 最主要的使用目的就下边 是一个容器 使用的目的就是可以批量操作 对不对 所以PP数据的概念跟别的原理 它都可以简化 就是将多个元素组合到一起的一个机构 听到吗 在一个容器里存在 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操作班级的学生 对吧 假如说一个放假的工资 你得每一个学生一个学生处理 如果每个学生是个变量的话 如果这些学生都在一个学校的一个数据里边 只要给这数据一下大 那里边的都知道了 对吧 目的就是批量操作 然后PP数据 为什么说30%左右代码都在玩数据 不管你做的什么项目 这些代码的比例占的应该只多不少 对吧 就因为PP数据有 这里边这种情况 什么呢 数据实际上就有一个有序的一个图 图是一个把键和值映射的一种类型 对吧 那此类型可以方便做到优化 可以实现真正的什么列表 三列表字典集合堆占的可能性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可以模拟数 什么意思呢 记着 别的语言的速度是怎么定义的 比如说拿锡元或者加瓦 是怎么定义的 是相关类型的 对 有序的多个元素的结合 对吧 所以这里边就限制什么了 比如说刚才吸引 我假设咱虽然没学过声明啊 我给你写下 INT 对吧 A 综过号 10 等于 看到这个声明了吗 对吧 那这个体现了两个信息 什么信息呢 第一个信息就是什么 类型 所以这个数组里边只能存整数 辅典数不尔形都存不了 就这么 咱说的不是P2P P2P可凭着灵火 对不对 第二信息 这块写个10 这么意思 里边必须存10个 多一个不行 少一个也不行 对吧 所以呢 在别的元速度里边有两个限制 一个是类型的限制 必须是相关类型的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长度的限制 对吧 所以别的元要想实现 类型不限 在长度的限 经常做一些容器 比如西元里边经常做什么 列表啊 什么单线列表 双线列表 环线列表 对不对 然后什么 堆战 对吧 在什么 家伙里边经常做什么 像集合呀 什么图啊 树啊 这样的堆战 这些也都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西元里边 你要想学那些数据结构 什么堆战列表 有可能你得花一周的时间 对吧 那如果你在家里边学那些集合那些东西 也得一小一小周时间 对吧 才能把这些东西都学明白 然后一是不太好理解 另外用起来还不太灵活 就什么 而PMP的一个数据 那些数据结构要学的东西 咱说那个数据结构 那个容器要学的东西 对不对 数据全能搞定 所以在PMP里边你就不用学什么堆战啊 图啊 列表啊 数 这些东西 没关系 不用学 对吧 就可以搞定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程序 对了吗 所以说它的用途大概占 怎么 增应用的30% 对吧 而别的语言里边什么 数组 还有那些容器 加在一起 对不对 才应用的30% 对吧 PMP一个就搞定 而且还非常好理解 使用还容易 而且怎么的 PMP数据就这么几个特点 什么呢 长度没有限制 但是装数据便超过 服务器限制的最大内存 不然的话会什么 内存移出 对吧 再有 类型没有限制 在一个数据里边 比如说别的一样数据 说苹果栏子 那里边就能装苹果 对吧 咱说的是水果篮子 对不对 你不光是装水果也行 什么类型能装 你装宽篮水也行 对吧 所以咱们没有类型 这两个特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也是PMP开发 灵活的地方 只要玩数据 你可以玩很多东西 这也是好多人 喜欢PMP开发的一些原因 前面咱说了 讲数据类型的时候 说PMP弱类型 就说了PMP有好多好的优点 对不对 讲到函数的时候 它那些灵活的应用 对不对 特别人的参数的随便传值 那也是开发一个特点 那数据更是PMP 一个更大的一个开发的一个亮点了 所以在PMP数据里边 可以模拟出这么多东西 就什么 什么集合呀 字典 什么队列 什么都可以 后边我也都可以给你模拟一下 但呀 就是咱前面说了 数据的形式 可以按里边装的什么 可以大读里边填小语 就是数据数据 分为1月2月3月对不对 在别的语言的数据都是有序的数据 什么叫有序的数据啊 对 数据里边必须怎么的 它是见直映射的 就只有一种类型的数据 就是索引数据 靠下标0到1到2到3 就是那样形成的 而PMP的数据是有多样的 声明也有多种方式的 不光有什么索引数据啊 还有光连数据啊 对不对 还有什么其他的几维的数据啊 这些呢都是数据特性 那最主要的PMP的数据是分两种 什么呢 一种是索引数据 就是下标是0和1 就是整数据 但是不一定连续的 一种是光连数据 也就是下标是字符串的 那也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啊 像$ar等于ar以外 下去可能是学数据的声明 这也能了解一下 你看这里边一个面量里边可以存 哇这是字符串吧 10这是不是整数 对不对 然后12.4 什么五点数 你看我这一个数据 这四种类型都可以数数 你也了解吗 而且长都没有限 你后面加多少个钱 对吧 这就是PMP数据的容器的特点 很了不起的 虽然当时说这也没什么 对不对 但是你跟其他人一对比 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功能 那什么是下标是索引的 也就是 看一下 我们升为数据的时候可以这样 下标是零的对应的值 看到了吗 下标是字符串 对应的值 看到了吗 这是下这个钢角数据生命的方法 看到了吗 是整数为下标的 是字符串为下标的 这种整数为下标的就是索引数据 这种字符串为下标的就是什么 关联数据 咱们下节课会重点区分一下 什么是索引数据 什么是关联数据 好吧 这节课因为时间关系 咱只了解一下PMP数据的概念和数据的作用 关联数据和索引数据生命 是下节课咱们的一个重点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 什么是数据 咱们就先见到这里 好